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创业团队的组合特点 曾经有一次我在上一个创投大佬的课的时候 他有提到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有趣的 拿出来跟各位分享 他说大多数的创业团队里面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CO 那每一个CO他基本上都有一个特质 那这个特质点的时候他用一个字来形容叫做狂 那既然有狂的人一定要有一个操作能够执行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COO 这个人要罢 那再来如果说要做财务的部分 CFO的话要很保守 基本上讲到的都要做得到 然后CTO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所谓的技术的 那我们讲很多创业的话是技术导向的 那这个要够宅 他能耐得住寂寞 可以长久一直写下去 然后再来一个CMO 我们讲Marketing的部分的时候要够翘 基本上要够花翘 他讲的是人格特质 那这个东西就让我联想到我们今天在讲导演的部分 我们今天讲 曾经我听过一个人他在讲 他说他说导演跟制作人什么不一样 基本上他说导演 基本上他就是把看到文字的东西 然后转向成图像 也就是说他看到一个剧本 然后他就可以想象 这画面什么画面接着什么方面这样子 然后要拍成怎么样紧凑的方面 就是说基本上导演是一种比较视觉导向 他是用一种视觉去表现他语言的东西 那当然我们就讲制作人 制作人的话基本上的话 他要常跟导演沟通嘛 当导演那个画面想象出来 举个例子我们先讲爆破好了 爆破除了大爆破和小爆破 有一个我们甚至有时候可能一种转场的爆破 甚至我们用鞭炮的方式来爆破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爆破很多种场景 有各种不同的特效 有各种不同的严重程度 可是基本上对制作人来讲 他就想到这个萤幕 作为输入 然后转出来他就变成钱 也就是说每一个导演的萤幕 在他的眼中都是钱 钱的部分他就要想这个钱 到底要花多少钱 然后他就试着去修改每一个画面 可能这个画面把它控制在100万以下 这画面控制在200万以下 那当然制作人他有一个特色 那基本上他有资金的来源跟收入 他今天就是很专长买空卖空的东西 也就是说 今天他要么有可能的话去控制他的成本 就是钱的支出 要么就找更多的来源 就是找人家赞助也好 做制度性行销也好 反正制作人他就是非常懂得钱 那CFO的话如果在拍电影的部分 他就比较类似道具跟后勤的资源部分 然后如果是CTO的话 基本上来讲他就像个编剧 然后行销的部分就是买工卖工 最好的方式的时候是说 其实在这个戏还没有导出来之前 就不断的曝光 就不断的曝光 不管是花絮曝光 内容曝光 男女主角争议曝光 反正就是戏都还没拍 重点就是要让大家吵得很热 让大家期待 等待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好的创业团队 我们今天讲如果创业团队的时候 你要提早下车的话 你的团队组合一定要非常注意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具备 这样的这些人的人格特质的时候 你才可以把这个戏演好 那现在重点是 假设我们家O有那么多个 是不是真的需要五个人 其实倒也不确定 基本上的话就是 也有可能一个人分式两角或三角 就是说同一个人演好几种角色 因为你小公司嘛 你刚开始很小嘛 那第二个部分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那个股权设计 股权设计的时候 我们之前有讲过很多科技认股的部分 基本上是技术股一半 然后再来资金股一半 就五十五十嘛 对不对 那针对技术股部分的话 其实真正属于创业者的部分 大概是15%左右 剩下35%就是未来的人资布局 跟员工奖励计划 像这样的设计 所以有时候我们听话不要听一半 就以为说技术股一半 那我们就百分之五十 这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那就基本上是五十五十是资金跟 技术各五十 然后技术的那五十里面 15%的部分的时候是归创业者所有 35%的部分是用来后续的人资布局 可能找一个好的CEO 找一个好的Marketing的 类似这样子 然后共同抬教 抬教把你这个创业的团队的价码拉上去 然后让你的团队快速成功 所以考虑到团队的组合 我们今天讲到团队的属性 跟团队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依 我是玩消利的 共同作者